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谈到张谦出使西域 这位汉朝的外交官可谓是古代中国的马可 波罗 只不过他比马可 波罗早了将近一千年 张谦的故事充满了冒险 坚韧和一点点的运气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段精彩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回到公元前138年 汉武帝刘彻决定派遣张谦出使西域 目的是联络大越士结成反对匈奴的联盟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外交任务 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惊惊动魄的冒险 张谦和他的随从一出发就被匈奴俘虏过 这一关就砍了十多年 想象一下 张谦在匈奴的营地里 可能每天都在想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任务 然而张谦并没有放弃 他在匈奴的营地里结婚生子 过着卧底的生活 终于在十多年后成功逃脱 继续他的西域之行 这一段经历本身就像是一部古代版的粤语风云 张谦最终到达了大越士 但大越士已经不再对匈奴感兴趣 因为他们已经安居乐业 不想再打仗 虽然这次联盟的计划失败了 但张谦并没有空手而归 他带回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地理文化和经济信息 这些信息对汉朝来说是无价之宝 更重要的是 张谦的初始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先河 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路线 它还是文化技术和思想交流的桥梁 通过这条路线 中国这条路线 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传到了西方 而西方的葡萄胡萝卜和香料也进入了中国 张谦的故事告诉我们 坚持和勇气可以打破任何障碍 即使是被匈奴俘虏十多年 也无法阻挡一个有无志之势的步伐 这位古代的外交超人不仅完成了他的使命 还为后世留下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黄金大道 所以下次当你再享受一杯葡萄酒或品尝一口胡萝卜时 不妨想一想张谦 这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他的冒险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些来自远方的美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诸葛亮草船借鉴 智谋无双的军师 诸葛亮 这位三国时期的智谋天才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他的智慧和寂谋 简直可以说是古今无双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那著名的草船借鉴故事 看看这位军师是如何运筹帷幄 巧妙地解决难题的 话说当时诸葛亮和周瑜联手对抗曹操 周瑜这人虽然也是个聪明人 但他对诸葛亮可是心存极度 总想找机会让初葛亮出丑 于是他就给诸葛亮下了一个难题 十天之内必须造出十万之鉴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周瑜心想这下诸葛亮肯定要出囚了 但诸葛亮可不是一般人 他孝主答应了 还说只需要三天 这下周瑜更是惊讶 心想这人是不是疯了 但诸葛亮心中早有计划 诸葛亮找来了鲁素 这位老兄可是个忠厚老实人 对诸葛亮也是佩服的木体投地 诸葛亮告诉鲁素 他需要借几艘船 还要在船上放满稻草原 鲁素虽然不明白 但还是照办了 到了第三天的夜里 诸葛亮让人把这些草船 开到曹操的营地附近 并且故意敲锣打鼓 制造出一副要进攻的样子 曹操一听 心想这大雾天的 敌人居然赶来偷袭 于是他下令万箭齐发 结果那些箭全都射到了草船上 等到天亮 诸葛亮命人把船开回来 这一看 哇 船上插满了箭 数量远远超过了十万只 终于一看 这下可真是服了 心想 对诸葛亮真是神圆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智慧和计谋 在战争中是多么重要 诸葛亮不仅仅是靠勇气 更是靠智慧和冷静 巧妙地解决了难题 这让我们明白 有时候面对困难 不一定要硬碰硬 巧妙地运有智慧 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所以当你下次遇到难题时 不妨想想 诸葛亮或许你也能找到一个强妙的解决方法 毕竟智慧可是无价之宝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郑和下西洋明朝的海上霸主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 郑和下西洋这段精彩的历史吧 郑和这位明朝的海上霸主 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故事充满了冒险 外交和一点点的神秘色彩 首先 郑和的背景就很有趣 他原名马三宝 是一位回族人 后来被明成祖朱棣赐名郑和 郑和的家族 原本是云南的穆斯林贵族 但在明朝统一中国后 他被伏并成为太监 这听起来有点悲惨 但郑和却在宫廷中展现了非凡的才华 最终成为了朱棣的心腹 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 堪称是明朝海上霸权的巅峰 这些行情的规模和范围都令人惊叹 郑和的舰队包括数百艘船只和数百名船员 航行范围从东南亚到印度洋 甚至远至非洲东海岸 这些船只可通的小船 而是巨大的宝船 有些据说长达120米 宽50米 真是海上巨无霸 郑和的航行不仅仅是为了探索和贸易 更重要的是展示明朝的国威 每到一个地方 郑和都会带住大量的丝绸 瓷器和其他珍贵的礼物 这些礼物不仅展示了明朝的附属 也促进了与当地的友好关系 当然郑和也不是指挥宋礼的好后先生 他的舰队装备精良 战斗力强大 任何敢于挑战明朝威严的海盗或敌对势力 都会被迅速镇压 有趣的是 郑和的航行还带回了许多异国的奇珍异宝和动植物 据说他曾带回一只长颈物 当时被认为是传说中的麒麟 这可是让明朝的宫廷惊喜不已 然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也有些神秘的部分 为什么在郑和去世后 为什么在郑和去世后 明朝突然停止了这些大规模的航行 有一种说法是明朝的财政压力和内部政治斗争 使得这些昂贵的航行无法继续 也有人认为明朝的统治者开始转向内陆 忽视了海洋的重要性 总之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历史上一段辉煌而神秘的篇章 郑和这位海上霸主 不仅展示了明朝的强大和富庶 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和思考的故事 希望这段历史能让你对明朝的海上霸权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和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漫游了古代中国的三段精彩历史 从张谦的西域冒险到诸葛亮的草船借鉴 来到郑和的海上霸业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一读古代中国的智慧与勇气 更让我们体会到古人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张谦的初始西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不屈不挠 即使被俘多年 他依然完成了使命 开启了丝绸之路 促成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杜格亮的草船借鉴更让我们明白 智慧和策略在面对困难时的重要性 他用计谋轻松解决了难题 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至于郑和下西洋 他的航行展示了明朝的强大国威 也让我们看到了海上交流的无限可能 这些历史故事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更是我们智慧的源泉 每一个故事都蕴含住深刻的启示 告诉我们面对困难时如何应对 如何突破自我 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觉得张谦的坚韧不拔更让你感动 而是诸葛亮的机制让你佩服 亦或是郑和的海上霸主风范 让你惊叹不已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毕竟历史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 更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智慧的结晶 期待你们的留言与讨论 我是六博士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川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优症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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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